下一套作品 這一套作品是 我也是,非常反智 很後悔就是看了一集 未定性這個動畫的本質 已經推介了給人看 結果是 剛才掌路跟我說 我要看看這個動畫 我跟他說 都已經看了《迷家》 《迷家》沒有《迷家》 我們看的重點是 要看了腳本 腳本是誰 原來是鋼鐵磨 鋼鐵磨應該沒事 在鋼鐵磨沒有問題 要看誰跟他拍攝 基本上現在不是長頸龍雪 整件事都發生了 不過老實說一句 我不是那麼差 我們先看看 接著要說那套就是《製藥之伴》 或者《基本者》 也就是英文 那實際上 這套東西 我看了《執心集》之後 我真的覺得 不知所謂 四個字真的完全形容了整套 是嗎?我覺得挺有創意 這方面呢? 它的設定上是挺有創意的 即是說這些基本 即是通國share給大家 即是共享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發揮空間 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個設定 總是很天方夜譚 但我覺得聽起來挺有趣 而且故事 比較誇張 因為整件事 我反而覺得很容易接受 我本身不太接受這套 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當阿法子 他說了 為何要他們 去強制這班主角 去參加這個 所謂遊戲 系統測試 其實整班那六個人 就是基本者的測試 即是基本者的測試 這樣說的 這套東西 其實它根本上就是 說什麼呢? 它好像想 叫做什麼 創作一段 真真正正的傾盤關係 這個 這個 所謂這個系統 或者這些 最終的目的 它現在表面告訴我們 似乎 當它那個理念是這樣 當人知道 人之間的傷害 明白到對方的感受 就可以達到真正的和平 這樣 所以它就強制這班人 共享他的傷害 痛覺 sorry 痛覺 共享那班人的痛覺之後 應該是明白到對方的痛 那你就可以真正的有 甚至我想它那個 最終極的目標 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有這個 共享痛覺 那你就不會去傷害人 可能是 因為你傷害自己 可能是這樣 我知道 我也是那句 如果 你去到設定層面的東西 我就會用設定層面的東西 跟你說 老實說 這件事你不怪得我們 當然 而且它都很開宗明義 一開始 將設定攤出來跟你說 第一集已經攤出來 OK 要闖上一段真正的傾盤關係 當然 它這個是有換美成分 它所謂的傾盤 是什麼的傾盤 老實說 殺手和警探之間都可以有傾盤 他們就是 Catch me if you can 貓捉老鼠那種關係 對 那種是一種傾盤 在現在它裡面 它給我的感覺 它想說那種是什麼呢 類似朋友 友誼的傾盤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尤其它講第二集 自我介紹的部分 應該是想說 你要包容它 不想讓人知道它的臉 好像是那種 OK 我們細細地分析 它三集裡面 帶出來的一些設定 它不需要說它裡面 看到什麼人物的東西 OK 設定裡面就是什麼 剛才說了 首先 這六個人 這七個人 就需要 我可以穿緊的 它就要 共享他們的同角 是的 它們的痛過的共享 一定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人 受傷 或者被人打 甚至受傷 總之帶來痛過的感覺 都會分擔給 即是它是什麼呢 如果受到一百點 真的痛的 就除了七份 應該說 那個痛過如果可以量化的話 將這個能量分成六份 平均分給這六個人 是的 即是自己都會吃了 而 就變成 一開始發誌 就跟它說 看見一件真正的有意 因為它們是什麼呢 它們是代表新世代的七大罪 所謂的七大罪 我覺得是搞下去的 什麼 你覺得是套租 林志哥都有 你壞人的七大罪 你只是說人壞話多些 不是 只不過 它那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是不好的 就是 對我們的定義來說 就是七大罪 那七種原罪 就是 有定性 有定案 而你那七種 它想說的就是什麼呢 因為七原罪 這個定義 太古老了 不適合於現代 所以它就找了 你們就是新生的七原罪 你們就是恭喜 新七原罪 他定義的新七原罪 他在編劇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覺得 其實是七條特別的友仔 不是的 你開頭看這個位置 因為它說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好像已經很難忘 他們想什麼呢 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再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所以才創造這個 所謂傾伴者的系統出來 純純我的錢太多了 有錢有事 任性我民 但是 替解真正的關係 這七個所謂的大罪 就是因為 只要搞定這七個樣板 最棘手的七大原罪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和平 這個系統推廣出去的話 但是 我這樣說 我純粹是邏輯分析 因為七原罪 他們的定性 是罪惡 七個罪惡的人 合在一起 當然是好的 你現在是要什麼 這七個大罪 和外面的人 不是這樣說的 七個大罪的人 各自有一個罪 不代表你是有那個罪 就看了順眼 但另一個有那個罪的人 也不是這樣說的 不過 我覺得 我明白這個意思 尤其是 那七大罪裏面 有些罪名 應該要硬硬冤他 例如發佈德的淫堂 愚鈍那些 也有些奇怪 反而 有些自我中心的麻煩 搞壓的現衝 真的你在平時人際關係裡面 社會上 真的見到這些人 這些還有說服力一點 另外幾個 變成純粹鋪陳 那些特色的用途 就沒有了 劇理本身的意思 然後去到那個時候 OK 拉近他們的關係 第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 我要將你 最不見得的人 整個說 你藏在你心中的秘密 要讓所有的人知道 不止這件事 其實是 重要是 由你自己 說出來 這件事才是重點 我覺得 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你作為一個很正常 我們概念上的關係 OK 就算你和一個人的關係 是很好的 他那種關係 可能是 什麼呢 他是要清楚知道 你的一切 你的所有事情 但我覺得 那種不是傾伴 嗯 那種是同化 那種是叫做起人家底 簡單來說 就是高登起底做 我想那個位置 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 如果一個傾伴 你要知道對方 一些他不想 一些他最心底裡面的說話 這個是對的 這件事本身是對的 因為你這樣才有那個 大家是 互相了解對方的事情 才去出了一個傾伴 但是 他給出來的事情是什麼 我怕狗 那樣 意思是肥仔 那樣 那這些是有什麼特別的意味 而令到他 真的好像有傾伴 是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 這是一個很堅力的事情 可能他的理解上 朋友就是 應該不會互相隱瞞的 你應該要公開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這樣 他半空水了 反而他真的說到 人會有傾伴 那件事是 聖平和千了 最後那一幕 就真的有傾伴 我覺得 如果他想 叫做定立 所謂的現代七原罪 你真的從現在的社會 日本社會裡面 你覺得 這七種 性格 或者這七種的個性 原罪級數 原罪級數 他固定是一個 對於這個人際關係 他想教這件事 教好這個人際關係 有最大影響的那七樣東西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他一開始 已經進入了遊戲裡面 你對這七樣東西 即是那個 那個的了解 其實都不深 你純粹說 OK 就算炎聰那個人 他跟他說 人家是炎聰 炎聰也是罪 就是全部都是宅 你這樣說 寫過他是一個 狡惑的現衝 那怎麼為之 不狡惑的現衝 這個是他的人生態度 這個是性格的一部分 我想他想說 狡惑的現衝 例如他第三集 指著那些人 就說 你是班裡面的邊緣者 你不要黏著我 我都不受歡迎 那些狡惑的 我想他這樣說 那你不黏著他就行了 但 他這件事 他表達不了 之前 你這班人就說 可能你看到他那種 就是什麼 我覺得這種設定 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他表面的好處 但其實什麼呢 當你了解之後 內部本質 你會覺得很不堪入目 這個人真的要維修一下他 真的要搞搞他 真的要跟他 來一個再培訓班 搞他的人際關係 甚至乎 那七個人 他的性格 真的影響到其他人 或者嚴重影響到其他人 他行這個系統 他反而那個理由會充分很多 就不是說 就這樣捉一些很普通的學生 性化上有些問題 按個訓名給他 來參加這個系統 感覺上 其實是被觀眾說 有個反感 就是你 學生很容易代入 那些角色裡面 但是你被人捉他 好像當白老鼠 這樣對待的時候 對於觀眾來說 你搞什麼 有種反感的感覺 那種反感來之後 喂 我現在不覺得這個人 這個人的生活大陸 他有沒有殺人放火 他沒有 沒有影響其他人 他有沒有影響其他人 老實說 尤其是男主角 聖平 我只不過叫做什麼 我不反抗 應該說 他自己已經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就不影響其他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錯 他甚至用最基本的方法 最低限度 你可以說他助長了這班人的氣炎 在這個界限上 但是 他是不是罪呢 最大的罪的是什麼 老實說 如果這個人 你不動他的話 他就永遠縮一邊 他永遠不會影響到社會 最多就是什麼 沒有人接觸到他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那個傾伴的關係 其實他做到是什麼 他有一個很大的前設 就是 你呢 就一定要認識朋友 你不認識朋友 你就是罪 對 但是這個定義 其實是那間公司的系統 產生出來的 你要強迫就是什麼 你接受我 大愛 我每個人都要很認識社會 你今天怎麼樣 你今天怎麼樣 然後說 你為什麼不出聲 你有罪 但是那個觀念 是他主觀的觀念 對 不是其他人的主觀觀念 我其他人 我真的怕吵 我想自己靜一下 你又說覺得不行 又要抓我出來 這件事 你對於觀眾來說 是一件很反應的事情 你不能設定 就是說 你的理念 你應該說 我不需要說 我覺得你的理念 是很合理 但是 你的理念 其實是一個吸引人的地方 甚至中間裡 可能要做很多不同的 拿手機 達成這本 但是你最喜歡的結果 是令你吸引 你先說得痛 所以 其實正如剛剛樹玲說到 這個理念本身不吸引人 就是這個作品 開始脫腳的原因 即是他的故事 你 suppose 那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什麼 因為平時很講的 一些理念上 如何達成這個世界的和平 達成這個和諧的東西 用實際化的方法去說出來 就是混七個令人有爭執的罪惡 如何去靠傷害 互相理解等等 這些東西 他用一個系統去現實化這件事情 告訴你 其實呢 我如果覺得這個劇本 江田摩利這個元朗劇本 他在表現什麼呢 他是在表現一眾現在 在看動畫裡面所謂的人 我告訴你 怎樣分類 首先 男主角很明顯是什麼 差勁 法子女主角是什麼 道德林 沒有腦那些 他簡直是老殘 然後 然後 那個所謂奇幻的人子 喜歡病 喜歡病 或者喜歡自己的東西 就是活了自己的世界 喜歡自己的興趣 然後目角色是什麼 研究者 那些是研究高深的人 懶高深那些 然後 然後 彥聰先生 肥仔 那些 那些很典型 就是動畫裡面 肥的人想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的形狀 然後又說 我不是宅 你看看我多艷衷 但其實裡面是宅 那些 他內心很自卑 然後改變了之後 就要說我不是你階級裡面的人 我不是邊緣人 那更不要說 日染那種 他擺明是個變態 所以 你綜合來說 大家如果 用我這個角度來講 他根本是在表現什麼 他是在表現在座的每一位 所以他在說不是七大罪 那是七大宅 但這部動畫的所有觀眾 所以 其實江田和你應該這樣說 我不是針對你 我不是針對全 我是說你載了這麼多位 都是宅 都是宅 大師 不過 我剛剛說 就是說 迷家 看完之後 那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想說一件事 他跟迷家是走在同一個 人物的鋪排 但是走在不同的風格 迷家呢 因為他所謂比較真實系的感覺 人物的反應都是用於 人本身的描寫 你會覺得那套東西 在看這個 跟著傻佬或跟著傻婆去旅行 看制的資本 因為比較誇張一點的關係 反而你會覺得容易接受一點 或者這樣說 或者這樣說 其實在這兩套裡面 看得出一件事 江田和你腳本裡面 這些角色的性格挑釁性 是很高的 這個反而一向都是 反而其實 你看得出 這兩套更加很明顯 一寫出來的角色 你就是想什麼 不要說那麼多 先把面子拿過來 先打除 尤其是江田不下的女角 如果想畫得很可憐 可以真是很可憐 老實說 這分別是一個才能 你要人接受這個遊戲規則 老實說 你要等我們就有什麼 我不要認同 我們接受 我們接受這件事 或者接受你的解釋是正確 尤其是你說一些很真實的東西 我們每個人都會擁有的一些東西 我們每個人對傾伴 或者對朋友 對做人處世的關係 我們都有自己的一套 甚至乎那個定義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是的 我知道他很難去做一套 每個人都喜歡 但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覺得合理 其實呢 現在這一套 我很肯定就是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是不會覺得這個傾伴 是真的叫做傾伴 甚至乎那個系統衍生出來 他是想帶大家 我用這個系統 來達致傾伴 反而我覺得是反企圖而行 現在那些人 為什麼會依照他的指示 去做一些任務 他不是為了增加那個基本 他是為了你不要電我 那種感覺 你不要懲罰我 我因為怕而已 不是我想跟你 替結一個很深厚的有關 我純粹是因為 我不替結 我會痛死 我會被你搞定了 那個遊戲裡面 我知道鏡花的 不好的東西 一些是秘密 老實說 如果我作為現代七元罪的話 我真是第一個 那句 你仆街 你又把柄了手上去了 你什麼都要聽 老實說 我不肯定我會做什麼的 你知道的 所以他慶憑那個 所謂的現代七元罪 都不是什麼大奸大奧 不過鏡花 我現在很餓一會 如果不是 我就把你的秘密打住 老實實 一想起七元罪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奸大奧 甚至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友仔 有多邪惡 他都說 他是一個窄窄 你現在這樣說 你挑起窄窄的憤怒 所以其實他想說 這個實驗的都市 就是要令到全國的日本青年 脫窄 其實 由一個窄窄 變回一個政府 眼中的健康新人類 一個好的青年 有為青年 明白了 明白 心意在哪裏 就是不要再看這些這麼垃圾的動畫 這個意思是吧 大家變回一個大好青年 為社會做出共現 就不要再沉迷在看這些動畫身上 不過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 江田莫莉 幸好這次 拍了動畫公司的TWGG 好 你回去做什麼 TWGG最重要是 他懂得把畫面去玩 令他覺得 是一個很卡通化 很胡鬧的故事 很胡鬧的故事 所以我自己比較融入到氣氛 就是剛剛 如果樹齡和長老 跟我說的話 我都不理會說是 其實有些東西是有些奇怪的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這麼認真去看他 這個很可惜的 因為我是覺得 故事的idea本身是不錯 細心想了之後 但是他的細節有些問題 的確 沒錯 所以你就是男主角 我就是現代七如進的愚敦 我也是現代七如進的愚敦 但是就是這樣 如果他沒有一個動畫公司 幫他包裝成一個這樣的氣氛 一個這樣的畫面的話 其實就好像更差的迷交 他才會變成一套 所以這套東西就是 我一看完 江聯蒙女那種挑釁性的角色 我覺得 那個角色挑釁性不要緊 你的劇本是在挑戰一個人 最基本的一個做人的邏輯 尊重 沒有一個尊重性 你當是甚麼 那些人就好像 當然他是用動畫一些很誇張的手法 我理解的 那件事就是 猶如大屠殺那些事情 一模一樣就是 因為我覺得要做這件事 所以就極致化 去做一個系統出來 令到我那件事能夠被疏忽 現在這裏就是甚麼呢 我想就是這個世界裏的人 全部是一個傾伴 就是甚麼呢 我便會變成 要用一個共享控角的方式 而他們是沒有想過 應該說 他們是沒有試圖 或者是甚麼 那些人都覺得 沒有你威脅我 這件事 完全不想 但他又覺得就是甚麼呢 我們是不會想的 老實說 我們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不然會很開心 他已經當了我們 沒有一個正常的思想 沒有一個思考力 甚至乎不是人 是一個白老鼠 他才會抓你來試圖 他的系統是否活動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那種感覺出來 比我覺得 是不太好 那種感覺是很差 現在整個感覺出來 我們覺得 首先 角色 我剛才說的 角色 你都不討好他們 只不過是甚麼呢 每個人的 他們的性格 特色很明顯 他們的性格 他們自己本身的個性 你可以覺得 他不是一個 很容易討人歡喜的角色 但是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 我覺得未至於 你所謂的罪 給他一點點 credit 他描述角色方面 那個性格行為 那些 都挺出的 OK的 這東西 唯一 唯一 他很難表達的 我相信 就是主角 因為主角其實 是一個很被動 被劇情被動的角色 高成其實也是一樣的 因為高成其實是一個普通人 在裡面的 其實他的七大罪 有些是甚麼呢 你屈我而已 我想高成那裡 那個字 我忠心的表達不夠夠好 未夠是出現的情況 就是 聖平很不願意被人改變 他強行被人抓住他 這個沒有夠表達到 人之更加 誇張而已 這傢伙 老實說 大家可能朋友裡面 都有一些 笑角來的 人之 那個演繹是很誇張的 我曾經說 誇張不是罪 最多是甚麼呢 你通常可以說 你朋友來 神經病 我都不認識他 只是這樣而已 或者正如他們誇張 甚至乎 他內裡的意思就是 他想帶動氣氛 不要太悶 那種 他想成為一個特別的人 帶氣氛 那些 那種人 正如旁邊的五個人知道 他其實不信精靈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反應 那也是 那也是 沒什麼特別 更加不要說 我乃香那個人 高財神 然後說他殺過人 如果去到迷家的話 就說 這個被人困了 他就是其他 你更加不要說 彥聰先生 多次人 大哥 我追求女生 你又不是女生 你是女生 又沒什麼吸引力 很難追求你 他不會是什麼 看到一個就算阿牧 那種 就是想去追求他 他沒有反應 他也不會突然之間 一場都說 喂你不是不受追求嗎 這樣 他又不是做這些事情 老實說他也是追求他 追求到那些 那當然 你說最變態的 當然是第三集裡面 最尾那個 其實我覺得那個反應 就是無故彈出來 那個變態 只是字面上的變態 他只是一個M 他只是一個M 一二集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就覺得 主角群應該是這六個 我甚至覺得第二集應該結束了 對 第三集無緣無故彈一個出來 我怎知道你幾時又彈多幾個出來 他硬湊個七大句 尤其是那個位 因為第二集的尾是說 木 這個女性說 我殺過人 那我想這個故事 就是找到她 然後你就撩到第七個角色出來 其實我也挺好奇 他的故事往後 會想做些什麼 尤其是他的第二集的感覺 就是他弄這麼多設定 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想加速情節發展 拍一套很快速拍完的青春劇 他就是把這個 什麼青春劇 其實他是有青春劇的元素 正正是什麼 青春裡面 會有受傷傷害 傷害裡面有自我成長 自我成長之後 互相了解 互相連結 他在第二集裡面 一次我做出所有的東西給你看 我看過的東西 就是說 我的青春已經沒有了 我已經被 這一年的青春 被人都挾持了 那青春其實我可以不用了 錯了 你看完兩集之後 你應該得出這個結論 這個世界是有強權無爭 有錢就是任職 沒有的 我全部都是什麼 我現在的關係 全部都是在強權底下 所以這套的素說 就是什麼契約之伴 這個是權力之伴 除非 就是當你手握權力的時候 你就要給他 所以你不應該去看這套 如果你看這套 你應該去看什麼 你應該去看CAMOFORM 第六季了 你應該去看權力遊戲 你看這套來幹什麼 是的 那我介紹一下這套 大家如果對一些 想更加體驗乾田磨理的腳本 這套應該有一堆潛力鼓 這套應該是 看完完整套 到底那幫主角群 究竟有多少機會 你放心 總是每一個主持看完整套 就是我告訴你 是的 所以各位聽眾 如果想看下去等我 好了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